你们要是让我的事情办不成的话 那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来呀 你试试呀 我今日已经很累了 我想要跟他纠缠 谁说我们吵架了呀 我们好着呢 我们只不过是 说话的声音大了一点 是不是呀 耀耀 这就对了吗 我跟你们说 这情侣之间有吵吵闹闹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真情实义的表现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是在吵完架之后 一定要讲开 千万不要有这种 逃避呀 冷战之类的行为 千万不要去怪罪对方 一定要沟通 一定要交流 交流 是是是 你说的都对 行吧 那今晚 你们就注意起吧 怎么了吗 要是你们一人一间的话 我可不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我就要看到你们住过一间屋子 又不是没住过一间屋子 有什么大不了呢 住 我们住 怎么样 阿龙 不乐意吗 反正我也没在跟你商量 啊 虽然我永伤在身 但是你们的那些秘密 我可以闹到全永州城都知道 哎 不闹 不闹 都以你的 睡一张床 睡睡睡 就睡一张床 改一张背 就改一张背 同床孔枕 完美 我会看着你们的啊 我会看着你 一张背傘 我的一张背 有点 都是 我一直在 我会看着你 没谢谢